持续来关心是大陆卫健委在昨天晚间发布了 这次对新冠病毒实施了乙类疑管通知 大幅降低了原来的标准以及放松管制 也强调将根据国际情绪跟各方面的服务保障能力 有序回复大陆公民出境理由 方案指出 综合评估病毒变异疫情形势和我国防控基础等因素 我国已具备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仪管的基本条件 根据游业者表示 已经有大量染疫恢复的健康北京市民 开始涌入温暖的南方旅行 旅行业者就说了 这上个月订单其实还趋之可数 不最近暴涨300% 为冰冻移住旅游业注入一股暖流 陆委会宣布的是小三通的富航 不过通一半只开放着金马地区民众跟陆配 换句话说 白万的台商是没有办法中转回台 被外界痛批根本是坐半逃 小三通好不容易富航 却只见金马地区居民跟陆配 不让百万台商中转回台 有台商卑微想自备PCR搭船返台 指挥官王必胜这样说 不管什么人要在中国在做PCR 在取得报告难度都会越来越高 对岸的这个所谓福州厦门这边 他们的码头是没有打算要查验这个 换句话说就算台商拿PCR 也不让你走小三通 但从英国法国甚至非洲印尼飞过来的 政府连PCR都不用看 有人提议台商搭乘防疫专车 专机接送一条龙 不接触金马当地民众 大观也有意见 从港口直接到机场 直接从机场直接就专机 都不会影响到金门的人民 这次你如果走小三通的路线 大概要三个小时 还是顺利的接上回来台湾的班机 如果没有接上 你要在那边等几个小时不晓得 大家讲的都可以很轻松 你可以不要负责任吗 不要具足的把他制压 所有防范措施 到了蔡政府这关全部管用 统统叫你去搭超昂贵的飞机 蓝军炮轰关键在民进党意识形态 大双标 当然就是因为意识形态 不想做的事情你就会找理由 让台商有更便捷 更经济实惠的返乡方式 你就可以做专船专机 跟船方那边协助做检验点 这些都是做得到的 如果不想做就开始牵托 民进党碰到了两岸的问题 就用双标 民进党的案例不就是 现在的写照吗 民进党放下一致形态 白万台商想尽办法 只想回乡过个好年 但执政者左挡右挡 就怕关键原因早不在大陆毒不毒 而是执政者心中碰上大陆就是毒 记得黄英俊李逸玄 SNG小组台北报导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 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